中國雕塑家黃劍20年來為全城奧運精神貢獻力量 為六屆奧運會創作超過40件雕塑作品 位於北京首國原區的東奧組衛大門前 處立著一座名為東奧之藥的雕塑 這座雕塑以花樣畫冰為主題 講上一名中國少年和古希臘少女穿越時空相約北京東奧 包括東奧之藥在內 黃劍一共為北京東奧會創作了28件作品 自北京新奧成功以來 黃劍就開始利用雕塑藝術弘揚奧運精神 《明皇貴妃馬球圖》 《中英馬球友宜賽》 《中巴足球友宜賽》 《奧運女神》 《中日游道友宜賽》等等 每屆奧運會黃劍的作品都不會缺席 我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奧運全球著目的這個生活上面 我們這個時候那個舉生活 我們的每一個舉動都是讓世界關注的 這個時候我們通過一個作品 來傳到我們的和平裡面是很有意義的 為了表彰黃劍對奧運文化傳播作出的貢獻 國際奧委會頒授他全球首過奧運藝術大使的稱號 團結一心 然後因為這個也是奧運的最核心的價值觀 它就是因和平而起、因和平而新、因和平而發展 因和平而讓大家團結在一起 那就是一種和平的魅力 這個魅力也是我覺得也是一種永恆的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形容他 是空懷奧林帕和平夢的藝術大使 景點